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新款iPhone的预售也正式开启 不过 这三款独具匠心的手机似乎并未唤起中国消费者的热情 据证券机构Rose & Black 称 此次苹果新机预售情况 跟之前有很大差距 对此 库克似乎感觉很委屈 毕竟是为了讨好中国消费者 才增加了双卡双贷 为了让更多中国人买得起 还推出了iPhone X的廉价版iPhone X4 M 所以一牛财经的小编Dota 总结了几点理由 创新匮乏 硬件一般 颜值复分就拿这款廉价的iPhone X4来说 除了并不低廉的6499元的售价外 可以说是处处透着省钱 为了节约成本iPhone X4主摄 采用1200万像素单摄像头 虽然大部分用户够用 但跟其他版本相比有很大差距 此外 iPhone X4的屏幕材质也被降位LCD 分辨率仅720p加1792乘以828 有人说 iPhone X4并非业无事处 毕竟其搭载7纳米的A12仿生6核处理器 似乎比麒麟980还要强悍 且支持双卡双代功能 but双卡双代算什么 所以 除了A12仿生处理器外 iPhone X4相较 iPhone X有何卖点呢 另外 即使是售价最高的12799元的iPhone X Max 也仍然延续了苹果半年 不改的5V美衣A充电器套装 长着一张标准的苹果脸 价格过高 成本不足售价一半iPhone的价格 一直是很多人越不过去的看 今年却变本加厉 创造出世上最贵的苹果 而所谓的用来迎合中低端市场的战略产品 iPhone X2的售价也高达6499元 事实上 iPhone X4的标价 是连业内分析师都未曾预料的 今年3月 Digitimes研究分析师Luke Lynn曾经表示 随着iPhone X的大规模量产 目前5.8英寸的iPhone X在制造成本上明显下降 所以 在此基础上 iPhone X的制造成本将降低10% 手机价格有望低于iPhone X 然而 此外 之前在网络公布的iPhone X各项配件 加合的成本在412美元左右 按照成本降10% 那么iPhone新机的成本应该在370美元左右 约2500元人民币 不过 在最新公布的新品价格中 64G版本iPhone X价格依旧是999美元 相较于上述计算成本高出两倍多 激烈的竞争下 苹果的小心机是时尚 目前长年 在全球销量排行榜中 位列一二的三星和苹果已经面临销售瓶颈 在今年全球手机销量排行榜上 苹果还首次被华为超越 排在了第三名 而中国市场也一直是苹果利润的重要来源 所以迎合中国消费者 不失为一条名路 不过 想要最快的增加收入 还必须要降低成本 提高售价 而去年iPhone X将苹果新机价格拉到8到9千元区间 苹果的销量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所以 苹果打算如法炮制 为了降低价格过高带来的风险 苹果还把销量压住于iPhone X 但是 很显然 史上最贵的一般配置和廉价版的低配置 都是消费者无法忍受的 缺乏创新 却用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忽有中国消费者 库克这次恐怕真的失算了 有网友戏称 库克还不够了解中国人 如果推出十万亿部的苹果 可能更受欢迎吧 版权声明 本文 为一牛财经编撰 转载前进获得授权 转载请著名出处 感谢观看城市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